连环画故事 杨贵妃 第八集 此恨绵绵 编绘 贪妃鹰 高丽氏领了两个内奸 捧着锦入 再次来到后院的佛堂 两名内奸推门进去 先把杨贵妃的遗体从梁上解下 再用锦入裹好 高丽氏跟着进来 令他们把杨贵的头面整理干净 又盖上一条锣帕 才去向陈玄礼回画 陈玄礼立刻率领了几个高级将官前来 由高丽氏接起锣帕 给大家看明 将官们见贵妃已死 一起脱下头盔和铠甲 回到明皇秦所的门前 叩首谢恩 明皇这时神智仍未恢复 没有理会 只由内奸传旨 要他们通告全军 准备启程 高丽氏仍旧忙着去打点贵妃的后事 但一时无法找到棺木 他只好督帅两名内奸 在那后院的梨花树下 绝了一个浅浅的土穴 贵妃的遗体就这样用锦入裹着 被放入穴中 匆忙当中 他脚上的一只袜子也掉了下来 好在高丽氏还没忘记他的遗言 把金钗电盒都装在一只锈囊里 放在他的胸前 付好了土 几个公额哭着来拜了几拜 一袋红颜从此长埋地下 享年只有三十八岁 闹了整整一天 无人不精疲力竭 当天来不及启程 只能在意外收拾准备 第二天 明皇醒来 命内官将旨催促陈玄礼启程 陈玄礼这时正在和一般将官商议 有人认为西川绝不可去 因为那里是阳国中的地盘 去了只有送死 陈玄礼认为有礼 但此时又不能回京 于是 有人又提出一个折中办法 建议奏请皇上 到扶风去赞助些时 陈玄礼据此起奏 明皇这时已经心灰意冷 只叫他去和太子商议 皇太子李亨和陈玄礼商议了一番 结果议定分兵两路 一路由太子率领 奔向玄武 求西北各阵保护 明皇却被一部分亲信护送到扶风 再转入西川 且说安禄山那边 自明皇退出长安之后 他的军队许久才到达京师 原来 他的军队在洛阳前后一带都受到攻击 兵力分散不能极尽 首先出兵反抗他的人是朔方节度使 明教郭子怡是一元老将 在明皇执政初年 他已无举人出身 一直升任到节度使 坐镇西北边疆 明皇离京的时候 曾有一道密罩给他 郭子怡于是立刻起兵 沿长城抄袭安军的后路 另一方面 在河北南部 又有一位忠臣 那就是平原太守颜真卿 颜真卿虽是个书生 为人极重气劫 他的性格和他的书法一样刚直 早已名扬一时 他听说安禄山造反 立刻联合各地民兵 誓死守城 和朔一代的官将 听到严太守抗贼的消息 都纷纷前来 推他为盟主 因此 安军虽然进军到了长安 却也不敢久留 只把那里的金银珠宝和公额美女 劫押到洛阳 安禄山一时得了两惊 很是自满 便终日在洛阳大宴作乐 他一切都要仿效明皇 一天 他在殿上照百官饮酒 吩咐乐宫演奏 尼长羽衣曲 有些没有气节的唐朝旧臣都来巴结奉城 三呼万岁 但也有人不买安禄山的账 其中有个乐宫叫做雷海清 在被迫演奏的时候 突然悲声痛哭起来 两旁侍卫见他这个样子 就把他拖出 雷海清索性破口大骂 安禄山大怒 立命左右把雷海清砍为九段 满殿官员见他如此残暴 都眼面不敢细看 安禄山这样杀人 已经习以为常 他拿下长安的那天 光是唐朝宗室被害的就有百人之多 但他后来听到杨贵妃在马维义被赐死的消息 却呆了半嗓 连连叹息 做了大雁皇帝的安禄山越来越胖了 身上的肥肉满是褶皱 因为不常清洗 污垢藏身 不久便开始生疮 安禄山因此脾气变得更加暴躁 有一回 他的亲信大臣盐庄 被他无端打了几拳 从此怀恨在心 盐庄是个小人 他开始偷偷鼓动安禄山的儿子安庆旭 去谋害安禄山 篡权夺位 安庆旭为了争权夺利 也固步地父子亲情了 不久就和盐庄收买了一名刺客 一天晚上 安禄山在寝宫睡下不久 盐庄便带了刺客悄悄进来 那刺客摸到床前 亮出利刃 照着安禄山的大肚皮刺下 一向狡诈残暴的安禄山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刺死了 盐庄闻生进来 和刺客把他匆匆埋于床下 第二天 盐庄拿了一张假诏书出来 说安禄山病重 传位于太子 自称太上皇 在安禄山被刺的前一年 唐明皇正由陕南入川 一路经过间隔天险 这时已是初秋 道上万木萧萧 原体鸟鸣 明皇在颤道的行园歇宿 情景十分凄凉 这晚 又下了几阵细雨 明皇越发心乱如麻 久久不能入睡 他在枕上侧耳倾听 只闻颤道上的罗马铃声 夹着犀利秋雨 一时感慨万端 他诉好音乐 触景生情 于是悄悄起来 写下了一个乐谱 那就是著名的雨林林曲 再说皇太子李亨 到了零五 那里正是郭子怡的本镇 郭子怡星夜赶来迎接 见了面 太子大喜 问他军务繁忙 怎么有空来进 郭子怡叩头秉答 臣已把前敌军事交给李光碧主持 听到殿下西行到来的消息 特来迎驾 不久 明皇传来圣旨 传位给李亨 李亨便在领武登入地位 帝号宿宗 宿宗集位后 封郭子怡为副元帅 这时正好回合太子亲自带来骑兵一万 兵力更强了 安军那边 自从安禄山死后 他的部将士斯明又和安庆续争权 安军越发没有进展 天保十五年秋 郭子怡率领二十万大军兵临长安城下 郭子怡和几个高级将领身先士卒的攻城 一场激战由正武一直打到黄昏 安军在城外原有骑兵做鸡脚之事 但被回合骑兵截住 又杀了一夜 到天明时 唐军有好几名将领都受了伤 忽然城内有探子飞骑来报 说贼兵全部向东逃走了 郭子怡一边整军入城 一边向宿宗报告 宿宗也在当日由浮风赶到 君臣相见 悲喜交集 宿宗在长安接受百官朝贺之后 就由老臣奏请从西川迎回太上皇玄宗 此时仍在西川的明皇 只有高丽氏和几个宫女陪伴在身边 文迅自然希望尽快回到长安 这一次回京 比起当初逃难的情形大不相同 从容得多了 一路上百官迎送 不知不觉已来到马为义 那些接驾的官员知道 太上皇要经过这个驿站 怕他触景伤情 便早已把驿馆改建 明皇到了这里 见管舍一新 仍不免想起贵妃 但碍于陈玄礼的部下 便回避不提 素宗素来也不满贵妃 现在是他掌权 统治天下 明皇更不便开口了 他只有悄悄吩咐高丽氏 去探看一下贵妃的乡种 高丽氏备了一青棺木 找到马为义的一城 给了一些钱 来到当年的佛堂院子 武功们按高丽氏的指点 在梨树下发掘 然而 足足掘了半天 却怎么也找不到尸骨的踪迹 最后 几乎整个院子都翻掘过了 只找到一个破烂绣囊 是当年城放金钗和电荷的 高丽氏自言自语道 看来 娘娘是城仙西去了 明皇的车架抵达长安城外时 已是十二月初了 城内官将和百姓 纷纷出来迎接 回宫以后 素宗对他并不怎么尊敬 贵妃的事更没有人敢在宫中提起 只有高丽氏悄悄告诉他 贵妃已经羽化了 君臣二人也只能是暗地里 无奈垂泪 唏嘘不已 不久 高丽氏又被素宗流放乌州 明皇顽景凄凉 勉强过了两年 到七十八岁 也寿终了 杨贵妃全册故事完毕 谢谢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